摩托车是落后的交通工具吗 其实到了21世纪 诸多大载的新奇电控的摩托车 早就已经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甚至大牌的摩托车缺少电控 已经成为了它被诟病的一个缺点 说有你 大家有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899这一类中大牌机车为例 盘点一下一台体积不大的机车上面 能够有哪些电控 第一种ABS全名为 车辆刹车防暴死系统 功能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在大力刹车的时候 前轮的制动力太大 突破了和地面的最大计摩托力 而产生的打滑情况 这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安全配置 基本在150级别以上的摩托车上 前后轮都会有配备 把钱除外 第二TCS全名为 车辆刹车辆车车车 轻易力控制系统 有时也会叫ASR叫做车辆防打滑 它的作用场景和ABS相反 主要是为了防止车辆在 砂石 湿滑等抓地力不好的路面 给油的时候 后轮起步的力道太大 也突破了和地面的最大计摩托力 而产生的打滑情况 它不像ABS那么常见 只会出现在一些轮子比较小的 精品小踏板 或者是动力比较大的 中大排量跨机上面 有意思的是 不同车辆上的TCS 其实叫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区别方法非常简单 Honda就叫HTC 杜瓦迪就叫DTC 川西就叫KTC 贝纳利就叫B 贝纳利没有TC 三 电子油门 全程叫做 全程就叫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叫电子油门呢 因为这时候车辆的节气门开度 不再由你的油门上那根线来控制了 它只能发一个信号 在经由ECU整合了各项传感机的数据以后 再来决定 也就是说 你车辆的动力输出 最终将由车辆的行车电脑来决定 这是一项革新式的电控 有了电子油门的加持 低速巡航 自动换挡时的收油补油等操作 就很容易实现了 其次 相较于以前拉线油门的动力模式 电子油门所在来的 雨天 道路 赛道等动力模式切换 才算是真正做到让一台车子 拥有多个面孔 而有时随着模式变化来 还不仅仅只是动力 像宝宝的F980 它的TC ABS 引擎制动等电控的记录程度 甚至说后悬挂的软硬程度 都会随着模式切换而变化 是不是很高级 对对对 很高级呀 得加钱 第四 双向换挡付出 顾名思义 就是帮你换挡 那怎么帮呢 换挡的时候 直接动脚 离合不用拉 油门不用补 那么除了能偷懒 它还能有效减少你换挡时 动力的断挡时间和损失 白话就是 能比你换得更顺 更快 还更有效率 当然实际效果呢 以厂家的调教水平为准 最后一位 IMU 全称是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惯性测量单元 这个呢 不是一个完整的电控 它和电子油门类似 它是完成很多电控的先决条件 它的功能呢 是测算出物体的状态 比如说你是加速啊 还是减速啊 震着起啊 还是横着起啊 朝天起 还是绝着屁股起 与它的数据相结合 许多进阶的电控便运运而生 应运而生 譬如弯道ABS 动态牵引力控制 主动式电子悬架 扶助式弯道大灯 还有防孤轮等等 那这类车子呢 就更为极致了 应用的场景和频率都更少 以前呢 都是公升级的专属 现在开始慢慢下降到 排量更小的车厂 具体的效能呢 我也不给大家一一列举了啊 因为我都买不起 当然摩托车电控呢 肯定也不仅限于此 像什么Launch Control EBS引擎自动控制 ACT制适应巡航 等等等等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摩托车不是说没有科技 只是和大部分的加油车 那种保姆式的电控不同 它的发展趋势呢 是更倾向于 在能挽救其手 失误操速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保留驾驶体验 像这些上的那种什么 L5级啊 很有噱头的自动驾驶啊 反倒是我们这些摩托车用户 最不想看到的配置了